同学呢 我们接下来看 就是我们的总折里面 关于诉讼标的的价额之核定 及诉讼费用 记得刚才我讲完 单事人这个制度了以后 那我开始说 接下来连我都忍不住要说 我先走一步 因为遇到了这一个诉讼标的 价额的核定 最重要就涉及到裁判费用 到底要怎么缴纳 谁该缴纳这种问题 同学它相当的属于 技术性跟细节性 所以你要注意看看 你看看法条 从77条之一一直延伸下来 竟然到95条之一开始 总共三个章节在讲这个问题 那以前没那么多 就是随着各种细节性 技术性的法院食物的介入 所以才一直的不断的增加 每增加就形成它的旁扎性 同学我们面对这样子如此旁扎细节 然后呢就是属于知知节节的这个问题 这样子一个法条规定 这样子一个制度我们怎么解决呢 同学我要谈多少度到点 我觉得都很麻烦 但是当一个老师的 他有一个使命 什么使命 但是学生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说 哎呦我不玩了 不敢玩啊 闪过去 但是老师就不能闪啊 你们可以退 但是我要喊冲 而且要跑第一个 纵使回头去看没人退过来 我还是要去解决 因为我不解决谁要来解决 那你们不也就等待着我解决完了以后 把这个解决成功分享给你们 好 那我只要面对他 就在面对的时候 同学让我看到这真正就是有 如意说 说到忽然灵观乍现 我发现从这个角度进去的话 再从这样子一个面向来先吸收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些法条的规定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遇到每一个法条呢 真正就是来一个 抬一个 来一堆一箱 很简单就是给它解决掉 并且你还可以清楚的掌握出 你们到底是在规定什么 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 OK 我们开始来看 我现在就跟你分享 我用什么方法来看 同学 跑不了 永远遇到问题 遇到要解决困难 从它的根开始 因为没有根 形成不了它的树干 当然那些枝枝叶叶的东西也就没有 所以我们还是从它的树根开始 同学树根就是基本观念 基本观念 讲一个比较文言文比较那个什么 法律的专有名词 就叫做法理基础 对它有所研究者呢 你们的论见 或者呢形成法条呢 就是法条规范的核心思想 那你们就是根据这样子一个想法 这样子一个理念呢 开始形成你们面对到有关 这一个章节 这个制度的种种问题 感觉你们好像很会解决 任何问题都拦不倒你 其实你就是抓住这个核心 用核心来做推理 用核心来做观察分析 当然你们可以轻松的 正确的去发现解决之道 OK 那这样子的核心是想 到我们抓住的以后 同学你就开始知道 什么是我该去知道的 而什么真的是属于技术性肢结性 等我将来去做了 这一个实物的工作 以后心 自然呢 有人帮你呢 都给他怎样 一个传承 一个计算运作的标准 现在我是考生 不用去管他 来 同学 就这样子一个法理基础 这样子一个核心思想 它形成的 就是我们民事诉讼法 从第77条之一 以此来到95条之一 这整个呢 都在讲 诉讼标的价的核定 跟诉讼费用 所以你要看 掌握这一点 这是最轻松如意的 你得可以掌控全局 最重要的是 同学你看看哦 根据此一原理 或者是原则都可以呢 来形成与解释法条的内容 以及适用的范围 遇到这个法条 我该怎么去解释它 而这个法条到底在解决什么事 什么事情需要用这个法条 你都可以抓住这一点呢 轻松的运用至如 同学 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 你到底今天参加考试 你的目的是为了法律 这个学术呢 还是分数 同学当考生的 你必须要把分数 当成是你的生命一样 有了分数 你才会有生命 这叫考生 你要考试 得到分数你才能生存 而学生呢 你只要有学习 你就刚才可以生存了 所以学生跟考生就差在这里 学生他要学习 所以他会从学术 老师也认为他在教的是学生 所以他也是教学术 不信你看看 他一定会从77条之一 一直一直一条一条 慢慢讲讲到95条之一 然后每一条他可能涉及到的 争议 学说 理论 跟各种的这个呢 见解啊等等 全部都给你介绍 这样子才叫做学习 这样才叫做学术 你们才会爽 因为你叫做学生 OK 那如果今天是为了分数的话 我们会永远 当你专注分数 你就是永远的 不断的观察 不断的创造 不断的去揣摩 我们用什么最快的方法 让我们这个基本观念 只要一扎实 就可以拿来让他运用自如 众所遇到不会的 遇到我要去说明解释什么 遇到我们要考虑这个法条 到底可不可以去解决 这样子一个问题 众所没有读过 我都可以用我这样扎实的基本观念 这个树根只要一栽 我们告诉你心定了 他说你心定了没有 OK 心就是根 当你定了的话 不怕穿尾在做红胎 你什么状况来 我们都可以解决 要不然我问你那些学者也好 食物上所有的人 你认为他真的遇过所有的法律问题吗 不可能吧 那他们怎么解决 OK 一样是从这样 所以同学印证的 你常常可以看这一些学说也好 或者是这个判决判例 从常常会从他的解释的内容里面 有一句最重要的起头语 某某问题或是某某制度呢 从本质上而言 或是从哪一个地方呢 而论 然后他是怎样 怎样 怎样 同学就是代表他这个本质就是他根 他先把他根展现出来 其实他的根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从这样子呢 推理出来 当然可以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或者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适用这个法条 或不适用这个法条 你知道吧 其实就是这么样的简单 我永远讲的就是这句话 换路 想盖甘丹 所以智商低 低的才读法律 OK 同学 你们如果真的是考生 为的是分数 你们要去充实 还是这个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实力 而你有没有这样子一个能力呢 同学 那就是你 当你把时间 花在基本观念 只要扎实了以后 剩下 你得要去 充分的去呢 去加强化你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人力 那如果你是一直从头到尾 都是为了学术的话 要每一条都要去研究 每一个东西你都要读掉 这样子你才觉得会有分数的话 OK 你自己去看看 你可以做一个最简单的实验 你家如果有一棵树 或是你家旁边有一棵树 看看 你要把这棵树 所有的树枝交上 树叶全部数完 你要花多久的时间 而你要花得多久的时间 我想那就是你会考多少年的时间 冯老师 那我宁愿去选一树小树 我还没要跟大树作对 那大树多少树叶 你要一世人 一百世人也考不了 OK 当你有这样认知的话 我恭喜你 你已经一步一步要走上考生的这条路 而不是再是学生 来看 不要再唬烂 我们开始来讲重点 我是怎么看到这个核心思想 又怎么抓到他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所有的问题迎刃而检 来 输送费用 然后输送标的价格的核定 你要先核定才能决定你的输送费用多少 这个是法律的因果逻辑 因为我要先核定你输送标的到底值多少钱 我才有办法从你的价值里面去计算 按照一定的比例来决定你要付多少钱 所以说呢 你看看他的本身的排列就有一定他的因果逻辑 好 那我们就想 不管你要给我核定或者诉讼费用 我为什么要付费 同学你有注意到吗 在行事诉讼法案里面也没有看到说要付多少钱 也没有这个章节 那为什么在民宿就有呢 OK 一句话 使用者付费 同学就是这么五个字 五个字竟然可以形成77条之一 一直到95条之一 不可思议吧 很神奇吧 使用者付费 那为什么使用者付费呢 来 当事人你们今天是不是利用国家司法审判资源来解决 你们私人之间财产或非财产的纷争 本来你们大家私人之事你们就要去私了 你干嘛动用到国家资源 国家的整个资源 不管是司法资源立法考试监察行政资源 都是处理公共之事 那你们纯属是私人之事 你们就要去治疗自行解决 今天你要动用国家资源来帮你解决的话 你请付费 同学这理所当然 一样的你今天要我陈某人来帮你解决问题的话 可以啊 你是要用影片中的这个我来帮你解决 还是要我本人亲自 我相信你要用影片中的我来帮你解决所付的费用 绝对比我本人亲自出现来解决你的问题 还要便宜还要少一点不是吗 那这就是理所当然 这个才叫做民主的现象 这也是人民应该有的观念 OK 那你看看喔 既然是如此的话 你自然要付费 好 那这样我们就衰了对不对 好啊 没带没钱我就要把费了有财产商或非财产商的分争 只能说就是民法或商事法上面的权利业务的分争 好我需要用到国家的这一个司法审判系统 民事诉讼程序的这个系统来帮我解决 好我付费我认了付就付吧 好啊问题是吹出来 我怎么计算 我到底要缴多少钱给你 对不对 这里要按照计算 再来 谁要付 因为同学一个铜板不会想 今天一定是两个铜板 弄这会开始并扁 那我呢是原告也好我是被告 不要忘了还另外还有一照 就是我的对照 管他是原告或被告 我们两个人或素人 好谁要付啊 到底是原告付还是被告付 还是一起付呢 来 就从这句话开始要来解决这个问题 同学我们再从他的本质推 从这个地方即使你动用你之前 包括一些民法的基本观念 都可以理所当然的形成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出来 看 另外 一 今天是不是你们当事人原被告 因司法上的权利义务的争执 来提起这个民事诉讼 是不是 没错 ok 那我现在问你们 那请问 你们在司法上 我们以民法为例来讲 民法里面总共呢 原则上有四篇 同学说为什么四篇 再篇物权亲属继承 总则那个是这四篇 共同的事情先放到总则 所以那个不管 就四篇里面 债务权是不是涉及到你们的财产权 那亲属继承 是不是涉及到你们的身份 ok 那因身份所起的争执 那人的身份 那人的人格是无价的 你跟你父子关系 母女关系 这怎么用价钱来计算 所以呢 是不是有这两种 财产上全力义务的分争 跟非财产上全力义务的分争 ok 我们先来看财产上的全力义务的分争 今天呢 该全力义务 像我们就 我现在开始猛力 同学 你一定要跟着我上课 一起来思考 这样子你们才会有精神 才会有乐趣 想看看有很多考生呢 都要白天上班晚上来学习的 那也有那个全天度孤 但是度的他也是要学习的 那一个全职考生 好 那怎么让学习更有乐趣 然后呢 让你都不用花时间 就寄进去 真的还可以去吸收 然后运用不容易忘 那很简单啊 就是你跟着我一起推理嘛 所以你如果看推理电影 为什么看得浑浪忘 我还可以一站一看再看 很少去睡着 好 那哈利波特那些 为什么这么红 因为你们就已经融入了 你们不再是观众 你也是跟着我一样 来做主角 要怎么来做主角 来 大家一起推理吧 今天我们说 财产上全力义务的纷争 好 讲一个最简单 今天我 有一栋A屋 放在那裡 不要说A屋 A地就好了 土地 这片土地放在那裡 然后呢 现在 帝拉 来 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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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給我 或者呢 是確認了我說這塊土地是我的 那必須說那塊土地是他的 那就是到底誰對這塊土地有所有權 在那邊扯不扯 我說我的 他說他的 OK 今天如果法院幫我們確認是我的話 我的這個所有權得以確認 或者 我有一個權利 這可能是行程權 我要撤銷也好 我要抵銷也好 我要免除三億都沒關係的行程權 如果我今天一行使這個權利的話 OK 請問我 我價值多少錢 那我可以得到 當事人一般可以得到多少的利益 同學 這塊土地的現我 如果這一塊土地呢 AD 現在價值市價一千萬 那他還給我是不是得到這一千萬 或者呢 我跟他買這一塊土地 如果他今天旅行了 把這一塊土地的所有權移轉給我 我是不是得一千萬的好處 沒有啊 老師你靠得一千萬好處 你自己也給他一千萬 那不管 不管個別議論 今天不是我 要不要給他嫁親 我要不要給他錢 這個沒問題 因為我錢已經給他 他也拿得很爽 他只要遲遲的不給我這一塊 AD的所有權 不破戶給我 所以我們單獨來看 物權獨立性不也是這麼在講的嗎 來 過來 我可以得到多少好處 那不就是一千萬 好 我們這個有財產上的權利 那你一義務的紛爭 不管你是要得到旅行的 你會得到什麼好處 或者是你被確認的 你可以得到什麼好處 或者是你一行使 你可以得到什麼好處 我們就是以此為計算的對象 那一千萬 然後再照法定的比例 當然 這個法定的比例呢 那就是我們說的訴訟標的價格要核定 怎麼核定 他有一定的比例 就好像我們現在進行的牌照稅 燃料稅 他是不是也是根據你車子的CC數 看你是要兩千 一千 千 千 五 三千 四千 五千 隨便 他就根據你的CC數 然後排氣量的這個CC數呢 按照一定的法定比例來核算 來 你今年要高 七千 八千 九千 一萬 兩萬 如此以算 都是一樣的 來 合計你的訴訟費用 這樣知道了吧 同學 權利義務的紛爭 不就是我們講的訴訟標的嗎 請求法院解決紛爭的對象 不就是權利義務的紛爭 所以你現在知道 誰叫這訴訟標的的核定 那為什麼要以訴訟標的為準 因為訴訟標的就是法院要審判的對象 也就是你們紛爭的權利義務 那當然是以此來計算 而且這樣是不是最公平 最客觀 你今天你要全力得到滿足 全力可以行使 全力可以確認 你可以得到多少好處 那你要得到這種好處 你總是要付一點費用給我們吧 對 所以我以後怕算學費就這樣算 來 你要你割到 請問從你退休 包括退休薪 你總共可以得到多少好處 這就是你想要的權利啊 當公務員身份上 有這個身份 你是不是會得到 平時的薪水 還有你的福利金 還有退休金 農總算 這就是你的權利 當你得到這個權利 權利得到滿足 你可以總算起來多少錢 我老師這樣我算算的 那五千萬 好 再照一定的比例 百分之一 五萬 太少 OK 我知道你們台灣覺得太少 百分之十 五百萬 所以學費就是五百萬 同學 不就是這種道理嗎 我幫你 我可以帶給你多少好處 你就要 從你得到好處裡面 分一定的比例給我 OK 這樣整個懂了吧 有多困難 我都沒感覺到 得到多少好處 到這邊不就是我們的常識嗎 現在就是我們說的 人情義理 不也該這麼做嗎 好 同學 這就是訴訟標的的合定 懂了 二老師 如果我這個是非財 非財產商的分爭 就像以前一樣 現在已經變成 這一個家事事件法 以前還放在我們民宿的 我們如果有關 人事訴訟 比方我要離婚 我要收養 我要怎樣怎樣 這一種是屬於身分 沒有一定的財產商的 他的潛力又分爭怎麼辦 對啊 這樣做沒辦法得到 去確認你可以得到什麼好處 沒關係 最簡單 法定統一訴訟費用 我們就跟你說 你還是說要離婚 到底離婚有效無效 你結婚到底是不是有效無效 那你的任 你的收養到底有效無效 要不要終止什麼 不要緊 我們就統一 一千塊 兩千塊 三千塊 就好像我們到行政機關去 看你是要申請建築執照 規費就是一千塊 你要幹什麼就多少 像你們要報名的話 統一一千 還是一千五 就這個樣子 也把它解決掉 這樣會不會 我問老師 等一下 如果說訴訟標的 以用訴訟標的來算的話 好 你看 原告跟被告是不是訴訟程序 利用一個訴訟程序得以判決 來解決他們的權利物的紛爭 好 如果我利用一個訴訟程序 但是我們當事人之間存有 A或B兩個以上的訴訟標的 我對 畢拉 有這個訴訟法案請求權 還有我在跟他討的時候 討土地還給我的時候 他惱羞成怒 把他打傷了 然後侵權行為 我也請求損害賠償 然後呢 他又怎樣 對我怎樣 他之前也有欠我錢 不還好 這個時候 ABC 三個 權利物的紛爭 三件恩仇 一次 反正原本跟同一樣 用一個訴訟程序 一次解決 這樣可以嗎 A 紛爭一次解決性 最好的方法就是 一個訴訟程序 可以把你們所有的紛爭 全部解決 那當然 大家是求之不得 OK 那如果裡面有 數個就是二以上的訴訟標的 請問的 要怎麼來 你知道嗎 簽 核定訴訟標的 總價額多少呢 是 合併計算 這上 這個土地一千萬 我被你打算 打算整個損害 五百萬 你之前簽我錢 一百萬 一千加五百加一百多 一千六百萬 用一千六百萬來算呢 還是 從裡面的最高額來算呢 同學這個 在刑法部也都這樣子嗎 訴罪 那到底要全部合併處罰 還是要從一種處斷 都永遠會遇到這種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法律是相通的 當然 當然這個 等一下法條就會解決 A訴訟標的 如果我們可以變更嗎 這個就是處分權 我本來是高A訴訟標的 告著告著告著 呼籠我要給他變成B訴訟標的 原來的A訴訟標的 不要 把它變成新的B訴訟標的 這個叫數字變更 訴訟標的的變更 請問 那到底要用原來的來決定 還是用變更後的來決定呢 或者 我本來就只有A訴訟標的 然後在進行中 又發生了一個事情 產生B 全力義務的紛爭 一起加進來 OK 數字追加 再多加一個B的話 怎麼解決 是不是跟這個一樣 有數個訴訟標的 是不是合併計算呢 還是從最高二 最後一個 那如果提起反數咧 好 我 今天跟彼拉 是不是叫他訪完 A D的這一個呢 戰友 因為他無權戰友 我以所有 全所有物訪盤請願 還給我 結果 結果 在過程中他覺得 沒有 你們白我還是無權戰友 我們直接明明有 助令契約 而且 朱祺未到 我這是有權戰友 你莫名其妙 竟然說我無權戰友 還要把這個土地討回去 好啊 這時候 他可不可以提出來給法院 叫法院審作 可以 但是他認為說 如果法院認為說 我們之間有 什麼 這一個 租令關係 所以假敗訴 可是這個 這個 畢竟不是訴訟標的 畢竟 法院下判決 也不會針對 這一個 他會提 但是最後的判決 是他該還 我該還 或我不該還 那如果我可以 一勞永逸的話 也讓法院 下一個 多一個判決 就是 叫法院確認 我們之間 確實有 助令關係的存在 這樣我是不是更穩 將來他敢跟我講什麼 我就拿這個判決出來 你看看 換他的判決我贏 代表我們之間有 租令關係的存在 至少在存續期間 你不要再把我亂 OK 所以他就提起一個反訴 反訴就是 這時候我要當原告 換你當被告 搞什麼 訴訟標的呢 就是 AD 租令關係 存在或不存在的 確認之數 一樣可以用一個訴訟程序 同時解決 反正都相關 當他怎樣 合起來 避免矛盾 當他確認有 如果租令關係 那就代表你的 社會無法請求全數 不能行使的 沒有租令關係 那 他就可以放心的行使 我就該還地 這提起反訴 請問 有兩個訴訟標的 那又該怎麼解決 是不是也是一樣 合併計算 這樣子呢 這是不是我們就可以 推演出來的東西 OK 接下來呢 當我們知道 原來要從訴訟標的 為什麼以訴訟標的 來做決定 然後呢 怎麼計算以後 再來 接下來 你算出來 不管要多少錢 只有一句話 欸 那誰要負擔 我想這是大家最關心的吧 是我原告要負擔 還是被告要負擔呢 很簡單 看 先由原告預告 這個是理所當然 因為你是最首提起訴訟 你是起開這個司法審判之門的人 所以你要先讓 同學先腳不是說你永遠拿不回來 那只是欲腳 因為我們沒怎樣 我們說法條千條萬條法院衙門 八個門 有錢 無錢 怎樣 有禮無禮呢 拿錢來 你現在我們這個衙門呢 這個門扇很難為你敞開 有禮無禮拿錢來 等一下呢 同學 那就有一個人先要繳一下吧 看誰想要去開門的人先付 由原告預告 但是接下來 我們最後怎麼定呢 勝訴者就是有理由的人 敗訴者就是沒有理由 會得到敗訴判決的人喔 注意看 今天如果你是敗訴 就是代表你的權利義務的主張 這個是沒有理由 好 從這地方開始推演出來 沒有理由的人 你是不是代表你不應該使用 這個司法資源 你竟然還要讓人家去使用 你是不是浪費 浪費者就要付錢 怎麼再講更仔細 很簡單你看看 我把它變成白話吧 既然這是你們私底下的權利義務紛爭 你本來可以自知 自己就可以知道 其實 我 到底有沒有租賃關係存在 我是不是真的是 無權去給人家 佔有人家的這個土地呢 其實天之地之 你們兩個人想太清澈了 不是嗎 所以呢 你自己就可以呢 撕下去解決 你們真的無權佔有的人 你得以誠實信用 你要乖乖的 就把土地還給人家 因為你自己清楚的 你沒有權佔有 或者是你們之間 確實有 乖乖乖的去旅行 乖乖的去行使 避免紛爭 竟然一個被罵 就是因為你的白幕 才要逼著我動用司法資源 或者是因為你白幕 胡亂動用司法資源 才要讓我變成被告 是不是 無理由其實就是代表 可以失了的 你竟然明知還要浪費這個司法資源 所以由你來負擔 那是不是行程 真正誰要來繳 腐敗敗訴者來負擔 你知道了吧 就這麼簡單 老師 那如果我勝了 我是原告我預繳 假設預繳一千萬 預繳一百萬 同學訴訟費用的時候就這麼高 你如果訴訟標的的這個價值一億 你真的可能就要起碼繳一百萬 好 我先告 告實時我贏要怎麼 贏你三回贏 然後他就想被告 如果我 一勝一敗 假設這個訴訟標的的紛爭 到最後我一步勝一步敗的話 一樣的道理 你勝的地方你就不用付 你的勝不是對方的敗嗎 由他來付 你的敗的地方就是 那一個部分他不用付換你來付 所以一百萬如果你一勝一拜 這樣東扣西扣 可能你拿回四十萬 代表對方要講四十萬 那你六十萬你是敗的 你就是放在那邊 就是很簡單 你知道嗎 全勝當然是完全不用付 所以就是從這個最根本的道理來衍生 誰要付拜的人 我管你全拜一勝一拜 反正只要有拜的地方 你就是愛上付 因為你在浪費 OK 就這麼的卷端 最後一個問題 訴訟費用恆定原則 為什麼呢 同學這個地方沒有問題 非財產的紛爭 反正已經統一歸費你的腳 對不對 當然 看誰 如果我勝 的話 同學 非財產的紛爭 沒有那個一勝一敗的很少 要理就理 要結就要結 收養有效就有效 無效就是無效 來 這個都還好 但是 如果是財產商的話 同學財產的價值是不是會有波動 今天這筆土地呢 我在起訴的時候 它市價七百萬 過程中有時候這個訴訟一拖一兩年 它有時候會變成一千兩百萬 有時候變成兩千萬 有時候會下跌變成四百萬 兩百萬 都有可能 那如果今天是涉及到股票的話 股票利益 那更是瞬息萬變 那你變還變去 那法院這個價格要怎麼決定 所以我們就讓它恆定 起訴的時候為準 那一個價格就是這樣 從此固定下來 跟管轄恆定是一樣 因為這都是具有浮動性 OK 就是這樣 就這麼簡單 所以整個呢 訴訟標的的價格的合定 怎麼合定 也加 合定完了以後 訴訟費用就出現了 費用接下來誰負擔 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一合定 就是以起訴為準 這個這 訴訟費用恆定原則 OK 這基本觀念一抓住 來 我們現在馬上試驗 開始準備從77條之一 一直來看到95條之一 我相信你們一看 你都知道 什麼東西是會有分數 你去讀它 你去解決它 你去怎樣了解它會有分數 什麼呢 那也不笨 別吵味 來 並且用這樣子一個基本觀念 我們來看看這一些法條 你是不是可以快速的就吸收 並且運用 甚至都可以自行去推理 如果有遇到這種問題 你都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你會不會過 你會不會過 我每次測過 我來看 你不想事情 我來看 很難一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